民国梦与民国 第三步 山河破碎 被撕裂的灵魂 第五章 张太炎骂人 张太炎是这样一个人 他很萌 有时候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 据说他只认识五元钞票 干什么都逃五元出来 张太炎是焉如命 大学课堂上 一手拿粉笔 一手拿香烟 常常拿香烟当粉笔用 他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 但并不是书呆子 相反有时候很时髦 比方说 他是最早写征婚启示的名人 人只娶妻当饭吃 我只娶妻当药用 两胡人甚家 安徽人次智 最不是何者为北方女子 广东女子言语不通 如外国人 那是最不敢当的 她的标准 大家闺秀 性情开化 要通文末 经师父 双方平等 互相尊重 福死可嫁 亦可离婚 看看这段 写得既有个性 征婚十年 也未有结果 最后 最后还是朋友介绍 认识财女汤国里 但是在婚礼当天 46岁的张太炎 却把左右脚的皮鞋穿反了 这样一个人 有时候很有趣 有时候看起来很怪 这些趣事怪事 之所以能流传下来 是因为 他是一个影响 他的时代和历史的人 和那个时代的大师们一样 张太炎学父武车 了解百家珠子和西学 对佛学和医学 也有深刻研究 由于性格古怪 对生辟字情有独钟 时不时拿出来显摆一下 享受一番 让对方发炯的乐趣 他有四个女儿 他给他们每个人 找了一个生辟字 字典查不到的那种 当名字 只有能读懂的人 才有资格当他的女婿 张太炎的学问有多大呢 看看他教出来的学生吧 鲁迅 周作人 钱玄童 许寿上 曹巨人 傅思年 顾杰刚 等等 哥哥鼎鼎打名 但才华只是基础 许多有才之人 都当了狗腿子或汉奸 之所以能影响历史和时代 张太炎依靠的是 另外两样东西 风骨和骂人 他一生七次被捕 三次坐牢 但秉性不改 可见风骨 至于骂人 更是一绝 伟大的鲁迅经常骂人 但鲁迅的骂人 和张老师比起来 算小屋见大屋 上至大总统 中道权贵名人 下到狗腿子 张太炎一事同人 该骂就骂 歹谁骂谁 杨渡和所有人交朋友 梁启超和所有人合作 张太炎骂过所有人 清廷权贵 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 张太炎骂 北洋权贵 袁世凯 段祺瑞 曹坤 张太炎骂 革命元老 孙中山 黄兴 宋教人 张太炎骂 名流名人 康有为 杨渡 张太炎 继续骂 由于张太炎骂人 太多太狠 得了平生 最传神的一个绰号 张疯子 既是疯子 议论骂人 当然是疯话 然而 张疯子才划过人 逼扫千军 骂人很特别 很能吸引人 所以张太炎 每次骂人 京城报刊 便一字不漏照刊不误 只是题目特别 骂自己阵营的人 报纸便登 张疯子 大发气疯 骂到反对党头上 报纸便登 张疯子 居然不疯 要解读那段历史 必须解释 张太炎为何骂人 开启骂人时代 张太炎 生于1869年 浙江渔航人 他的家庭条件 比梁启超和杨渡都好 但却是天生的民族主义者 200多年前 狠人多尔滚入关后 推行剃发一幅 再将这一带杀戮太狠 仇恨的种子在江南潜伏下来 有节气的是大副 安地利是满清为满移 张太炎的爷爷便是其中之一 张太炎 很早就接触并接受华谊论 使满清为中国近代没落之罪魁 张太炎一辈子 所持观点很多 反复变动 动辄骂人 唯有华仪论 不曾更改 张太炎16岁那年参加童子式 题目为 《论灿烂之大清国》 他却在时题中呼吁 吴国民众当务之奇 乃光复我中华也 吓得考官脸色发白 比孙中山还激烈 孙中山上书谈改良那会儿 张太炎支持维新变法 孙中山的目的没有达到 转而变成革命党 午虚政变之后 张太炎光荣地成为通缉犯 失望之际 正是和朝廷决裂 开启骂人时代 1904年 慈禧70岁生日 再次大肆庆祝 官奴狗腿子们再次献殷勤 其中一副马屁对联写道 义人有庆 万寿无疆 审得慈禧欢欣 张太炎气愤至极 因为日俄即将在中国领土上开战 他提笔写下一副讽刺对联 今日到南苑 明日到北海 何日再到古长安 坦黎明高血全枯 只欲一人歌庆友 五十个琉球 六十个台湾 而今又个东三省 痛斥险邦极易促 每逢万寿驻江湖 这副对联太犀利了 不仅讽刺慈禧不理正事 而且把二十年前失去琉球群岛 十年前失去台湾的事抖了出来 当然了 那个时代不满慈禧太后的人很多 骂的人也不少 张太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他是在监狱里写下的这个对联 要知道 那可是专制年代的监狱 按道理 这副对联足以让他没命 但他却活得好好的 而且在两年之后出狱 继续骂人太牛了 如此牛的人怎么会坐牢呢 原因也是骂人 武徐政变之后 张太炎看不惯康有为 不仅因为康有为太狂 更因为康有为死保爱心觉罗家族 便写下《博康有为论革命书》 他在书中特意直呼光绪皇帝之名 说皇帝是五股不分的小丑 把康有为气得脸发子 朝廷为此第七次通缉张太炎 前六次都没抓住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张太炎主动迎着抓捕者说 别的人都不在 要拿张太炎 就是我 有种 一般情况下 他那种人被抓 基本上没有活路 但大清当时气数已尽 上海租界是杨大人的天下 清政府就在杨大人的法院 但告张太炎本身就很滑稽 张太炎因此避开迫害 法庭之上 张太炎用三寸不烂之舌 把原告清政府代表搏得体无完肤 你们堂堂大清政府 竟然跑到租界的小法庭 控告我一个老百姓 国家被你们败坏成这般模样 还有和脸面出喜 那代表气氛之下脱口说出 我和你无缘无仇 何必如此辱弄 你还有什么话 快说 旁听观众哄堂大笑 清心堪比莫里哀的喜剧 但结局依然是张太炎有罪 入狱三年 出狱之后的张太炎 依然对朝廷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 保皇派的头子康有为 也成了张太炎的重点照顾对象 鉴于康有为名气很大 学问很大 张太炎决定骂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 这个世界充满各种谩骂 如果骂人也分档次 那么张太炎骂康有为的那副对联 绝对是最高档次 中庸有言 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论语有言 老而不死 是为贼 博学多彩的张太炎 把两者结合成一副对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不仅把有为二字 嵌入连尾 有汗而不漏的 骂康有为是妖孽和老贼 堪称大师骂大师的典范之作 张太炎晚年讲学 门上贴着纸条 康有为的门徒不得入内 骂袁世凯 张太炎骂人一辈子 最有喜剧效果的是骂袁世凯 他的身份虽然是国学大师 但常常喜欢扮演政治家 所以常常被政治家忽悠 袁世凯忽悠过很多人 忽悠张太炎的过程 相当于上演了一出戏 轻松 幽默 滑稽 又不失大度 效果非常好 辛亥革命胜利后 张太炎自海外归来 准备大干一番事业 简于之前骂孙中山太狠 又主张解散同盟会 质疑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所以和革命党那边搞不到一起 张太炎天然的盟友 应该是立先派的共和党 但是之前骂梁启超太狠 入党不久又被开除 他听黎元洪 但黎元洪没什么作为 想干事业 只有帮袁世凯抬轿 于是他主张袁世凯当大总统 赞同定督北京 并亲自撰写至袁世凯论之术书 出谋划策 当今集务盖有术端 以光武欲赤眉之术 解散狂角 以汉高峰拥齿之术 启用速将 以宋祖律翻阵之术 安慰金吾 大端既定 然后政治可施 袁世凯回信 说张太炎的策略治理名言 亲切有味 袁世凯认为 张太炎本质上是名士 忽悠名士 袁世凯的策略是 给一顶高帽子和一笔钱 让名士一旁消遣 给张太炎的高帽子是 东三省筹编室 应该说 袁世凯的眼光很毒 看透了张太炎的本质 然而袁世凯的眼光 又不够毒辣 没有看到张太炎 和一般名士不同 能折腾 张太炎以为 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 高高兴兴地 带着袁世凯 给他的一万元办公经费 去东北 筹划施政蓝图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竟然没有一人前来迎接 张太炎怒了 以上次的身份 传见吉林西南到孟宪仪 和长春之父得养员 准备威风一把 结果两人不理他 张太炎更怒了 亲自去找吉林都督 陈昭常说 本使是国家堂堂管理 他们被传不到 就是目无本使 就是目无共和国家 陈昭倒是很客气 又是请客 又是送钱 把张太炎送出东北了事 张太炎怒火中烧 但还没有骂袁世凯 因为袁世凯 又给张太炎 送了一顶高帽子 薰二位 什么官职就不用介绍了 反正和玉皇大帝忽悠孙悟空 差不多 张太炎得到薰章之后 很高兴 以为又有了施展空间 其实袁世凯当时打算武力解决革命党 把张太炎忽悠到北京 就是要看管起来 让他不要乱说话 张太炎的高兴劲还没过 就发现有军警监视自己 也不客气 边打边骂 特高调 军警换上便衣 始终不理左右 张太炎很反火 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摆脱监视 准备从天津逃走 走了也就算了 张太炎自认为是名士 临走之前约朋友给自己撞行 无奈几个朋友已经成了袁世凯的狗腿子 他们在撞行宴上陪着张太炎骂袁世凯 张太炎高兴之下 忘了时间 凑过火车逃跑计划跑堂 看看这名士 逃跑都与众不同 袁世凯称帝 张太炎的愤怒达到顶点 便在大庭广众之下骂袁世凯 但袁世凯就是不理他 张太炎把袁世凯颁发的勋章 做成善罪表示轻蔑 跑到新华门袁世凯的总统府 要和袁世凯当面理论 袁世凯还是不理他 伟兵说大总统在忙 从清晨到晚上 张太炎都没见到袁世凯 自尊心受到深深的伤害 于是开骂 把总统府从上到下骂一遍 再骂一遍 袁世凯还是不理他 愤怒之下 张太炎轮起拐杖 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如此情幸 换成别的时代 不死也要脱层皮 但袁世凯依旧不理他 最后陆建章出面 把张太炎骗到军营关了起来 后转移到龙泉寺软禁 张太炎又坐牢了 但和上一次不同 这一次坐牢非常有特色 有厨子和庸人伺候着 每月有五百块工资可以领 军警每月才只有四块 张太炎整天无事 便喝得鸣鼎大醉 然后用各种字体写原贼 再烧掉 大呼原贼一烧死 泄愤 有朋友来看他 便大骂袁世凯 袁世凯依然不理他 现在看来 袁世凯对张太炎宽容哑量之气 当时有人不解 案中询问袁世凯的秘书 大总统拥兵几十万 何据一书生 何不放了他了事呢 袁世凯会怕张太炎吗 当然不会 那秘书回答 此宫文笔横扫千军 亦是可怕的东西 这大概是史上 最有趣的一段牢狱史话之一 从中可以看到袁世凯的气度 能容常人所不能容 所以才能在清末脱颖而出 也可以看到张太炎的傲骨 风也好 傻也罢 骨头还在 如果后来的蒋介石 也有此度量 白色时代就不会那般暴力 袁世凯死后 张太炎恢复自由 成为反原英雄 但这样一个英雄 怎么会沦为老古董呢 因为他骂孙中山太狠 骂孙中山 务须政变之后 汉族精英和朝廷决裂 大多以通缉犯的身份流落日本 杨渡结识了孙中山 但没有和孙中山走到一起 杨渡把梁启超引建给孙中山 梁启超和孙中山有合作 最后闹分裂 梁启超把张太炎引建给孙中山 张太炎和孙中山走到同一战壕 1905年同盟会成立 张太炎以光复会元老的身份加入同盟会 当时的孙中山有两个依靠 枪杆子靠黄兴 笔杆子靠张太炎 黄兴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 张太炎担任革命党主编的民报主编 用一支笔为武器 向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从报 频频发炮弹 逐渐占据上风 战国喜人 张太炎的名声大噪 广收门徒 鲁迅就是在那个时候投入其门下 他创造了国学和中华民国等词汇 一直沿用至今 成果越来越大之际 张太炎和孙中山全闹翻了 因为张太炎本质虽然是书生 也是革命者 加入同盟会之前 张太炎和陶成章 徐希林等人创立光复会 志在反清 光复会和孙中山的星中会历来矛盾重重 私人层面上看 陶成章和徐希林看不上孙中山 战略层面上 光复会成员认为 革命应该从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带搞 可以直接威胁到朝廷心脏 孙中山却想从梁广先搞 把经费用于南方 徐希林安庆起义失败身亡 造成光复会成员 对孙中山更为不信任 张太炎等人得知 日本政府资助孙中山金钱后 认为孙中山受贿 被日本人收买 便怒火爆发 一气之下 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大幅照片 撕下 批注卖民报之孙文 应急撤去 孙中山当然也很恼火 专门写信辩护 张太炎并不罢休 硬说孙中山贪污自肥 孙中山的生活作风 虽然不是很严谨 但贪污的事还干不出来 张太炎仍不过瘾 联络同盟会成员 提议罢免孙中山 由黄兴接任总理 黄兴选择信任孙中山 拒绝制 此后 孙中山和张太炎的关系 日渐疏远 孙中山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 取代东京的民报 砸了张太炎的饭碗 民报经费紧缺 逼得张太炎肯卖饼 无奈之际 张太炎只好硬着头皮 请孙中山接紧 一封信接着一封信 孙中山或者不回 或者说好 但不给钱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给 心情好时 孙中山会计几百块 如同施舍叫花子 张太炎 除了生气 也没啥办法 这事儿充分说明了两件事 一 有钱是大爷 二 孙中山的度量 不如袁世凯 让张太炎更恼火的是 孙中山 借民报 从日本搬迁 美国之际 剥夺了张太炎主编的地位 以汪精卫取而代之 要知道 民报是在张太炎的手中发扬光大 如今被排除在外 岂肯甘休 他亲自撰写 为民报检举状 攻击孙中山 望本辈出 小人 孙中山反击说张太炎为漏辱 两人正式分裂 张太炎和陶成张 重组光复会 辛亥暴动之后 陈其美和蒋介石刺杀陶成张 让张太炎和孙中山彻底决裂 此后张太炎逢孙必反 不问是非 当革命党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之际 张太炎则说 论功当推黄克强 论才当推宋教人 以德当推汪精卫 言下之意 怎么也轮不到孙中山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立 张太炎质疑其合法性 孙中山和袁世凯对立 张太炎支持袁世凯 支持定督北京 并接受袁世凯的任命 到袁世凯政府上班 不仅如此 张太炎用笔把革命党人骂了一个遍 总之 能损孙中山的事 张太炎都干 二次革命之际 张太炎骂孙中山和黄兴 是霍乱天下之元凶 孙中山去世时 梁启超说 难以估计其真实价值 已经很过分 唯一比梁启超更过分的便是张太炎 他亲自为孙中山撰写了好几副碗联 极尽嘲讽之能是恶毒无比 其一 把孙中山和魏忠贤相比 举国尽苏联 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一子 碧云应计魏忠贤 其二 把孙中山和孙权相比 暗指分裂国家 孙郎是天下三分 当魏德萌芽 将表起曾望习许 南国本无家旧物 愿灵修浩荡 五官无故入蒙秦 其三 把孙中山和洪秀全相比 当时洪秀全名声很差 洪以甲子灭 公以以丑卒 六十年间成败义 生习中山称 死磅小灵葬 以筐天下古金铜 如此三副对联 是非不分 即使满清以老 也不会骂得如此恶毒 现在 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上 张太炎为何会沦为老古董 答案已经明了 张太炎把孙中山骂成那样 把革命党人骂成那样 又拒绝改变 政治前途已死 革命前途已死 只剩下学术意义上的生命 然而 在五四运动中 张太炎拒绝革新 除了沦为老古董 还有别的可能吗 如何解释 张太炎发疯骂人呢 其实很简单 他是一个华裔论者 前半生致力于和清王朝作对 为此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骂朝廷权贵 那是分内事 然而很遗憾 清王朝蛮夷退出 汉人掌权 局势依然没能好转 所以张太炎很失望 看谁都不爽 所以他骂袁世凯 骂孙中山 骂所有人 总之就是谁当政 他骂谁 谁掌权 他骂谁 只能说 爱之深与恨之切 有时候真的说不清 他不是政治家 却被卷入政治中 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除了无与伦比的才华 还有傲骨 那个时代 所有有傲骨之人 都会卷入政治中 因为那是乱世 天下兴亡之计 体肤尽责之事 那也是一种悲哀 第六章 不幸和幸运 每当回忆往事 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惋惜和感叹 回顾民国 通常会惋惜 当初袁世凯走错一步路 导致身败名裂 导致民国前半段 内乱不休 内战 内耗 团体的悲哀 政党的悲哀 更是民族的悲哀 近代中国的悲哀 在哪里 就在无穷无尽的内战中 当中国内战不休之时 日本正在工业化道路上 一日牵连 二十年之后 基于华夏大地千年的大和民族 终于得到一个机会 数千万国人 因此而丧失生命 内战原因 无非有二 利益分配不均 思想高度分裂 利益的事 后面说 这里先谈谈 思想分裂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 大师们的梦想和追求 康有为的梦想 围绕爱新觉罗家族 实施君主立宪 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很遗憾 当爱新觉罗家族被淘汰之际 帝国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 沦为老古董 如果生活在帝国时代 以康有为的才华和意志 他应该像孟子 朱熹 王阳明那般 把儒学推陈出心 阳渡的梦想 依靠袁世凯实现君主立宪 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很遗憾 决定聪明的阳渡 看到了帝制的缺陷和共和的缺陷 却没有看见君主立宪 已经臭大街 所以当袁世凯被世人抛弃之际 杨渡沦为老古董 正常情况 以杨渡的才学 可以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 梁启超的梦想 守护现有政体 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然而很遗憾 任何政体最后均抛弃了他 君主立宪不成功 共和也没有他的份 因为他太在意过程 因为过程 他和孙中山一直敌对 张太炎 无梦可作 醒醉不分 他们是迂腐的 很多言行 极为可笑 因为他们已经老朽 他们的老朽 虽然和时代有关 但更多源于他们自身 他们博学多才 但他们的才学来自帝国时代 帝国时代的一切 包括伦理道德 思想体系 政治经济军事 都是围绕农耕文明建立的 甚至那些东西导致中华帝国 深陷农耕世界而无法自拔 面对工业世界的冲击 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康有为改儒家为孔教 对抗基督世界意识形态的侵袭 但农业帝国的落后 恰恰是独尊儒书的结果 如果儒家一统天下 那么只会更落后 基督世界之所以进入工业世界 正是因为政教分离的结果 所以康有为注定是笑柄 杨渡死守君主立宪 却没看到在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之下 君主和立宪很难平衡 梁启超本能的守护现有国体 却始终不成功 当他守护君主制 共和来了 当他守护共和 原是凯复毙了 张太炎信奉的华仪论 更站不住脚 他们各种妙招 各种良策 始终无法容纳孙中山 康有为认为 孙中山是莽夫 杨渡不与孙中山合作 梁启超认为 孙中山不择手段 张太炎各种难听的话都骂了 如果一个人和孙中山搞不来 可能有很多原因 大师们都和孙中山合不来 那就是孙中山的原因 孙中山虽然生在中国 但求学在西方 成长在西方 思维方式基本西化 而且是基督徒 从意识形态 思维习惯 行为方式上看 和进营东方文化的大师们 都是对立的 所以他们本能地排斥孙中山 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站在马后炮的立场看 孙中山的革命依然是精英革命 还不够彻底 至少孙中山不敢发动农民和工人 不准阿Q们参加革命 所以当他们连孙中山都无法接受时 注定要沦为老古堵 因为农业帝国已经落后 围绕农业文明的一切都已经落后 都要更改 他们是勇敢的 敢于走出书斋面对天下 但他们更是悲哀的 他们必须以学术大师的身份 舍入政治之中 更大的悲哀 他们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头脑 意见领袖 言行足以左右舆论走向 他们都有一批追求者 影响力巨大 他们的迷惘 意味着一大批人的迷惘 当社会充满迷惘之人的时候 修说发展建设 不出乱子就很不错了 最大的悲哀 他们之间彼此矛盾 梁启超和康有为闹翻 张太炎和梁启超闹翻 杨渡和所有人政见不合 张太炎骂所有人 迷茫的人群可能会造成动荡 迷茫人群之间有矛盾时 动荡将不可避免 通过这些沦为古董的大师们 我们大致能够明白 第三层历史周期律 带动第二层历史周期律的因素 我们大致能理解头脑的混乱导致时局混乱 前年变局 下面这一段有些繁琐 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跳过 任何政权更迭都是利益分配不均的结果 任何涉及到体制的变更 必然涉及到思想分裂 中华帝国解体 原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精神分裂 确切地说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秩序解体 所谓秩序 包括经济 军事 政治 伦理道德 文化习俗 每一种秩序的重新洗牌 都意味着巨大的变革动荡 经济秩序 工业文明诞生以来 任何秩序的变迁 首先是经济利益 近代中国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农业帝国遭受工业帝国的冲击 不论是合理的工业品还是不合理的鸦片 说到底都是经济贸易问题 即使没有鸦片贸易 中英之间迟早也会发生别的战争 原因无它 两个文明体系中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完全不同 经济较量实际上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当大家都想要白银时 最后还是要升级到战争 毫无疑问 除非在特殊状态下 农业帝国远非工业帝国的对手 就算没有鸦片 就算是早期的满清八旗 也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 所以大清帝国的战败在所难免 战败就要改变 军事秩序 满清战败 内乱爆发 被迫让汉人练兵 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可以安内却无法攘外 甲午战争再次一败涂地 此后 袁世凯练兵 练出北洋军 以至基本上由汉人掌控的军队 军队 国家的暴力机器 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权 迟早会解体 解体之前会导致政治秩序变更 政治秩序 甲午战败 整体改变已经在所难免 康梁变法应运而生 但变法本身同样漏洞百出 矛盾重重 失败也在清理之中 康梁的失败导致革命党的兴起 此后十几年 中国完全成了各种政治思想的交汇所 等袁世凯再次试图以强力重拾君主立宪之际 他早已臭大街 成了一具令人讨厌的干事 道德伦理秩序 相比经济 军事 政治 伦理道德秩序的变法并非一蹴而就 却极为艰难 从洪秀全试图引入基督主义开始 就在冲击农业帝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秩序 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和洪秀全素媚平生 却要坚决消灭他 这也造成另外一个结果 曾国藩和李鸿章想要改变 又不敢卖大步子 所以洋务运动虽然和明智维新同时进行 甲午年之前 洋务运动仅限于工商业 明智维新却完成了正改 康梁虽然想要正改 却又死守儒家不放 九位要不要设孔教 精英们争论了十几年 接下来该怎么办 抛开帝制、军县、共和、内阁 这些花花绿绿的政体不谈 重建国家秩序的前提在于政令统一 统一于车同轨 统一于文童书 没有统一政令 任凭天国、理想国、桃花园 描述的天花乱坠 都是镜中花与水中月 要么统一于宗教、政教合一 这个选项已经被抛弃 要么统一于军事、走军国主义路线 如德国和日本 国人想走也没那实力 硬件设施、身体素质和工业力量就跟不上 要么统一于经济 如同英美那般 中国数千年重农艺商同样深入骨髓 工商业主义植入中国也不是那般容易 只剩下最后一个选项 统一于政治 这个选项 就是由一个强人 驾驭一个强大的团队 把各方面的力量汇集到一起 形成国家权柄核心 然后教育人民 发展经济 建设国防 袁世凯原本是合格的人选 他的力量 他的手腕 他的谋略 都是第一等 可惜搞错了方向 看看吧 如此秩序交织纠缠 即使百年后的今日都难以理清 百年之前的局中人更是迷茫无助 如此多的繁琐变化 如此多的利益纠缠 导致了一个致命的现实问题 国家权力摇摇欲坠 要理解国家权力 必须从一种人入手 国家元首 民国的国家元首 有一个很拉风的称谓 叫大总统 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称谓 玩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